夏天到了潜水正是热门的休闲活动 不过9号传出后壁湖海域起码生长超过30年 当地最大颗的车曲背竟然消失了 潜水教练纷纷怀疑是被违法盗彩 不过12号传出好消息 在原期地东方约20公尺外的沙地 寻获了一颗一模一样的车曲背 至于是不是同一颗呢 肯管处已经进行求证 潜水人员背着钢瓶浅到水地 每多久看到这颗车曲背后 开心的赶紧对着镜头比出各种确认手势 原来是几天前传出当地生长 至少30年以上的车曲背 疑似被违法盗彩 之前就有看到被人家遗畏了 这么大颗也是活了二三十年 可以讲说最大颗 也可以讲说全台湾最大颗 肯定后壁湖海域最大颗的车曲背 9号被潜水教练发现整颗不见了 七弟只剩断裂足私 认为被盗彩的几率很高 不过三天后传来好消息 在元七地东方约20公尺外的沙地 巡货一颗一模一样的车曲背 我们还是要派我们保育科的人员 到现场去查看是不是已经回来了 之前我们大概都用国家公园的法 罚3000块嘛 那这一次是不是要重罚 屏东县镇或是一页主管机关 比如说海保署 我们来共同研议 至于巡货的和消失的是否为同一颗 肯管处还得再进一步求证 不过好端端的车曲背怎么会突然离开元七地 究竟是人为因素或是其他原因都还有待进一步 调查厘清简素世伟评论报道